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随手翻了翻 您看啊 这是一张图 上面画着56个民族的小朋友 穿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 手拉着手 那咱们中国呢 它属于多民族国家 新中国成立以来啊 经过中央政府统计调查 正式确认的民族呢 它就有56个 那是不是很多呀 可是呢 据我了解啊 这要放在全球看呢 那就多呼哉 不多一 为什么呢 因为俄罗斯有126个民族 印度尼西亚呢 有150个民族 这还不是最多的 那最多的呢 是非洲的尼日利亚 有250多个民族 那这要是画在一张图上 哈哈 挺难 当然了 咱们中国的民族呢 它不是世界最多 那也确实不少 那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 您知道是在哪里呢 云南 贵州 内蒙古都不是 中国的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是吉林 有多少啊 55个 加上汉族 那56个民族都欺活了 没想到吧 在吉林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上 不仅孕育了丰富的资源和物产 还生活着这么多少数民族的人 在吉林呢 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啊 是朝鲜族 大概有一百多万人 那最少的呢 是独龙族 只有一个人 那真的是独龙 那我们知道 不同的民族呢 在文化 历史和信仰等方面呢 各不相同 而美食呢 又往往是最能体现 这个民族文化的载体 所以呢 到哪里就吃哪里的美食 确实是了解这个地方 风土人情最好的方式 那接下来 咱们就走进吉林的 朝鲜族自治州 烟边 看看那里 它有着什么样的美食 泡菜对于我们朝鲜族来说 阿里朗的歌要一样 是我们民族的这个符号啊 到目前为止 泡菜的历史已经有1600多年了 我叫金松月 我叫金松月 今年六十三 我汉语不太好 那不过是我做的泡菜是很好吃的 我十岁的时候就跟着妈妈做泡菜了 北方的冬天天气很低 那时候一到冬天几乎没有蔬菜吃的 所以那个家家户户场所上 你都能看见泡菜 特别是辣白菜啊 我们家的泡菜手艺已经是第四代了 自作花菜 每个妈妈都有自己的秘法 从选择食材就开始了 一棵白菜大概就是有五斤左右 我的萝卜 这个萝卜块做的话 有点脆 有点阴 我结婚之后啊 看见我婆婆做的这个辣白菜啊 很精细的放了啊 大概十几中的这个食材做调料 没想到一个我们天天吃到的这个小太阳 那么好啊 那么那个将就啊 所以我跟她学习在研究的 我奶奶这个做的 奶奶和那个姥姥做的时候吧 必须的腿变液是温水 我那个二十四个小时烟头以后吧 洗的时候洗三遍 必须的洗洋水的洗 用水 两座那个好泡菜呀 湿叶呢也是最好 用三点左右的这个成盐 把烟这个芙梨的苦味呢 滋烂都散掉 口感才有更好 这个做那个什么泡菜吧 不用心做的话就是也没有味道啊 除了那把菜啊 不能用手套 因为人的这个手套有一个稳度的 一是能掌控 蜡度 还有就是能够促进这个洗手 所以我的这个手总是那个红红的 有的人还以为我这个生了什么那个怪病 其中就是那个冷水这个泡到被那叫酱辣的 你用不用扫套啊 一次那个就吃出来的 你用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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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小孩的一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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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制作到储藏 没有一点防腐剂 这样泡菜吃的才放鞋 好 好 从成为了这个国家机飞物质文化以后 搞得这个责任更大了 在我们盐济市 朝鲜族的人口 差不多有一半以上 越来越多的人 住进了很高那个奴隶 很难再这个放盐汁 这个泡菜的大缸了 但是这个味道不能丢啊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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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泡菜上 不认识 不管是餐桌上的 一道小菜 也是文化啦 是很多像我妈妈和哥哥一样的劳动者 在那个直腹的生活中 提炼出来的智慧 所以我把这个我的两个女儿 都从国外叫了回来 我两个女儿很支持我 还鼓励我说 一百多年总结的这个经验和方法 传承下去 谁都可以学 谁都可以用 走一最好的方式 就是传承吧 这泡菜啊 它也是我的菜 很喜欢的 那这些年来呢 这个泡菜在各种电影电视里面出现的频率 那也是非常之高 很多时候呢 我们只要一看到泡菜 那就会想起朝鲜都来 其实呢 这个泡菜啊 它自古就有 最早能够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那根据诗经理的记载啊 大约三千年前 人们就利用盐水或醋来腌制黄瓜 那么腌好的这个黄瓜呢 它叫做租 这就是最早的泡菜 十九世纪中叶 朝鲜王朝的民俗解说书 东国岁时纪十月条里面就说了 说夏季腌制大将 冬季腌制泡菜 那这个习俗呢 一直就沿袭至今 它是朝鲜族人民一年之大忌 那确实是烙印很深啊 那其实呢 在吉林呢 给大家烙印很深的东西呢 还有很多 那如果说朝鲜族人民一年之大忌 但是腌泡菜的话 那么生活在吉林前郭尔罗斯的 蒙古族人的一年之大忌 那就是查干湖东部了 查干湖原名叫查干炮汉河 蒙古语为查干闹尔 意思就是白色圣洁的湖 那么在辽金时代的时候呢 查干湖呢 就是帝王们的宠儿 时不时的 他就要去寻幸和渔炼一下 举行投鱼宴 比如契旦人哈 他们喜欢呢 在东春交际 湖面接冰的时候呢 去捕鱼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湖面接冰了 这个水里的鱼啊 他就不能到这个水面上来投气了 那这个时候呢 要是在这个冰上啊 凿那么几个眼 这个鱼啊 就都集中到这几个眼上来了 那不就一勾一个准了吗 哎 这辽金的皇帝呢 十分喜欢这个项目 他们即便是当了皇帝 那这个游牧民族四处迁徙的习惯 那还是没变 每年春天的时候啊 他们就会在查干湖一带呢 见上春那波 也就是春季皇帝行宫的意思 当然了 你说是行宫 其实呢 也就是大点的帐篷 那么皇帝在这里呢 接近各地来朝见的酋长啊 部落首领 跟这大臣们呢 商讨国事 顺便呢 放松放松 钓钓鱼 打打链 而这皇帝在钓上第一条鱼后 他就会举办盛大的投鱼宴 请大家来评讨 请大家来评讨 我叫李仗和 是长安湖肥物质分化全院存证人 今天54岁了 现在是长安湖肥物质分化全院存证人 我在附近也是长湖鱼场的职工 所以我从小就在鱼场中活 对长湖的东谱特别熟悉 鱼的品种怎么样 胖子里的草鱼挺圈的今天 我把他们走呢 一会儿我们去求鱼家 今天晚做一顿鱼宴 行了好了好了 忙着到吧 我想吃长湖鱼啊 你得先鱼鱼 咱们这个长湖东谱是有酱鱼的 那都是一千多年前就留下来的 每天冬孔开始的时候 都先几乎熟吧 从早晨散动起来 马上把它躺着一刀吧 一会儿人在前面走 到那个一定位置的时候 一会儿人喜欢画卧子 画卧子之后 把这个鱼啊 只要在一个地方 然后大家伙开始躲起眼 一个网一个网 一个网 一个网往眼前 把网穿上之后 用油膜组 一个网上一个网上来 把网穿好 穿好之后就等待起鱼 咱们今天是割草那头 它遇到你的情况下 这个它遇到你 它传开这儿就看下来 把网穿上去 以前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汤鱼本位 为你们全 为你们多 后来呢 随着水利的改造 经济的发展 用产品 越来越多 喂 您大多谢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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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应该三万斤吧 不用准备 现在比约理上的多少 真正好 一会儿我学你啊 那行行行行 一会儿我先给鸭饭之后 回给你做一堆啊 行行行 谢谢鸭饭 谢谢鸭饭啊 好好好 这个茶或者全员呢 必须是新鲜鱼 才是最好吃 隔月的鱼 咱不去做 隔月已经做出来 全员的味儿 所以我们这个全员呢 没有固定菜单 是有啥做啥 今天的网上没有打到这些鱼 品种不全 我们就可以不做了 拿别的鱼再踢一下 年年有鱼 出车 鸭炖一下 跳鱼也有讲究 不同的鱼有不同的做法 要说烹调方法呢 可以说煎点控沙 全都用上了 虽然我们每天拿到这些鱼 它的频动也不一样 大时候也不同 但是咱们的全员呢 必须有一块不好看 就是这些烹调鱼 烹调鱼必须选择 一手干净 一手干净以后 在铁锅里 放上葱姜 大椒 还有我家栗子酱 给它炒香 这个酱 是我父亲送给我的 这不香 和别人家的都不一样 加上水 大火烧开 小火炖四十分钟 中间你一直看着 随时尝一尝 等火到了 你就出锅了 别人菜 你比方说 这些小大鱼 你就简单点手指一下 放在锅里一炸 特别香 小白鱼 还有小鳞鱼 就适合相间 因为任何鱼 特别鲜 又还嫩 大了就煎不错了 鸡鱼炸也行 炖汤也行 鸡鱼炖动火 它是奶白奶白的 老人小孩 孕妇喝着都特别好 产生的鲤鱼 草鱼 白莲 既能红烧 又能清蒸 还能酱焖 做法就比较多了 我们还有一种做法 别的地方都可想见 就是凉饭 草鱼也行 白莲 黑鱼多小 这是一个烤焰倒工的菜 可以把鱼肉去骨 拼成锅片 加上老醋 酱油 大焦各种骨料 和大白菜包装 都吃了一半 吃起来特别当苦 这就是咱们东北人的收鱼片 现在松轮有不少做全面的饭店 挺多都是我在同层看的 也有挺多人请我 但是我不会出去做 但是毕竟是组组组组组的手艺 必须做好做经了 这样可能有各种人来长安湖 了解成仙 了解咱们的松原 了解咱们的鱼猎文化 我们看到在东北之前呢 有一个几乎行往的环节 蒙古族呢 他是以苍天为信仰的最高神 他们叫长生天 您看成启思汗 这个封号的意思呢就是 赖长生天之力而成为寒者 那对于以前蒙古族人民来说呢 他们获得的一切呢 都要感谢长生天的保佑 他们祭壶的时候都是说 啊长生天呐 求你庇护我们繁荣昌盛啊 然后再说了 啊茶干湖啊 让万物生灵都在你的怀里好好繁衍吧 这样我们才能有取之不尽的鱼啊 啊当然了啊最后一句呢是我自个家的啊 但是呢这是美好的祈愿啊 那在吉林呢 除了朝鲜族和蒙古族 满族的人口也不少 不仅不少 吉林呢还被认为是满族人的龙兴之地 所有这里的这个满族人所保留的民族习俗 那也就更加完整 当然了满族人呢 他虽然也是游牧民族 但是呢他们跟蒙古族人他不一样 猪肉才是他们主要的肉食来的 他们不仅自己吃 还要将这个猪肉呢作为祭品 给这上天呢祖宗们吃 所以呢每到祭祀的时候呢 他们就要杀猪做菜 先给神灵和祖先奉上祭品 然后呢就大拜宴席 举行一种吃肉大典 请客人们吃猪肉 那以前呢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做法 他就是水煮猪肉 他们叫做白肉 那么每桌呢放上一块十斤左右的白肉 浇上肉汁 那么客人们呢用自己带刀 自己带酱 自己呢骗着吃 主人呢他也不入席 四处就这么招呼 哪桌要是肉吃完了 哎主人呢就会很开心 还得谢谢他们说吃我这么多肉 然后呢招呼这厨房啊 再上一盘 哪桌要是吃不完 哎这主人呢他就不搭理他们 啊连一盘肉都吃不完 不好不好 那宴席结束了呢 客人们啊就夹起这个油乎乎的这个嘴啊 直接就走了 也不用谢谢主人 为什么呢 因为这满族人认为啊 说这个白肉啊它是神灵所赐 吃的呢那是神灵的恩赐 也不能擦嘴 你擦了呢那就是对神灵恩赐的不敬 那还得就这么一嘴油的离开 当然了啊这是旧时候的习俗了 那现在呢只有在东北的一些农村 才能够见到这样的场面 那满族的民族习俗呢是相当丰富啊 除了吃肉大典还有很多 但是祭品呢却就是那么几种 而其中呢最出名的就要数 小子 这个白柚雪茬是满足人过年时候吃的 杀一条猪 先烧香 浸煮 浸完煮了 仪式都完了 把这个猪肉切开 煮成方子肉 猪血灌成雪茬 蘸着蒜泥 酱油一起吃 后来就传开了 东北农村的老百姓几乎家家都吃 历史呢还得顺1770年说 这小白山 我这太爷叫白树立 挑小木头挑吧 走街串巷 卖白柚雪茬 后院在太市胡同开了一家老白柚馆 小店一天批一天做得好 正宗传统的白柚雪茬是叫胡白柚青雪茬 这个雪茬是分三种雪茬 有青雪茬 有浑雪茬 有二浑雪的雪茬 最好的是青雪茬 青雪是大叔的新鲜毒雪茬和凝固 凝固打成豆腐块 渗出的雪水 沉淀10小时以上 顶上那层清如水那层灌出的雪 这个青雪得放入鲜岩味精 二十多一种草药 冰香了 草扣了 放上老汤 这老汤是个什么样的呢 磅骨 煮的是白柚 鸡骨酱 我们这个汤是几十年不换的 天天必须得保证剩一半以上 第二天加上凉水 再重新煮年年的天天的入鱼日 用这个老汤对峙的雪茬 一般的鱼是没有 肠是猪的明肠 大肠淘后的那肠有一米多肠 这肠特别直 是嫩 用点精盐 米粗搓几遍 用水淘出来 这叫它的脏气味 苏月墙里头有时产生气泡 接下手往处给它排一排 苏月墙的水不能太开 七八十度 到这雪茬前四五十度 太热了容易出现风波雅 不能低了的话 它脱不稠 你就切不好 温度一般不太好扰 像我们长大年人 还比较好扰 现在隔凉水固定完之后 雪肠就已经定型了 切完片之后 客人点的时候 加入四五十度的水 给它放在锅中 一照就出现模糊状 就可以使用了 白油用猪的腰排五花三长的地方 肥尔不腻 瘦尔不采 都得两年以上的猪 你把那个二百多圈 是得经过火烤 半焦不焦吧 起了小泡 不能起大泡 起大泡皮就掉了 把油烤差不多 给它烤出来 烤出来用开水泡 放点食用面碟 排排油 排油之后再用 再混水 再用温水 往处排一排水 排排解 又厚的那多煮一会儿 又厚的少煮一会儿 一到十左右吧 根据那个 又得薄厚说话 偏油很重要吧 因为它基本功在那里 年头这个方法 形容来说是薄乳薄水 薄的它不拿人 不油腻 这个白油雪茬 吃一碗 得用得喜欢吃俘虏的 散打俘虏 有蒜泥 有菜花辣椒油 给你个人所义 烧灯碗吧 这是我师父 我师爷 我泰爷他嘛 从后还有蒜泥白油 都没有这道菜 因为白油雪茬 那没有烧日的 我特意给他 给他用勺 烧日一下 我起名叫烧灯碗 因为我的宿泥一天体身大了 身体也不太好 眼睛也花了跟不上了 厨房那活呢 现在上这儿是上不了的 有些活呢 改个刀了 还可以跟着炒一炒 忙活忙活 拔拔指楼锅 必须得让我儿子 继承下去 传承下去 我父亲正在将这些传统的手艺 交给我 包括经营管理 以后老白油管 就需要我们这一代人 去传承和继承 我也需要努力去做好 这个百年老店 想一起家人做 亲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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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半辈子的经历 都收在这个服务上面了 也希望老白油管的客人 为老白油管 为基里人叫好 翠花上酸菜 这个酸菜呢 其实啊 它指的就是酸菜炖白肉血肠 其实呢 这些历史悠久的非议美食呢 早就在不经意的时候 深入了我们的生活 不管是汉族的 还是少数民族的美食 都在讲述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和历史 那么除了吉林 中国呢 还有许多地方都聚集着各种少数民族 那他们又会有什么样的美食 给我们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好了 今天的非议美食呢 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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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